大大,这一次的分享视频来跟大家介绍 10种我们用手动对焦 会比自动对焦更好 更容易完成这个拍摄工作的场景 先来看第一个场景 隔着玻璃拍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经历 比如说你在飞机上 你想要拍摄窗户外面的景色 但这个时候这个玻璃上面是有你的倒影的 那此时如果你用相机的自动对焦 你会发现它这个焦平面会直接落在了这个 玻璃屏幕上 因为它会看到你的倒影 然后就把这个焦平面自动识别到这个倒影上面 但其实你是想要拍摄这个窗户外面的景色 那对不过去怎么办 那此时切换为手动对焦 直接转动这个对焦环 让这个焦平面跨过玻璃往外围移动 然后对到外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拍摄才能够成功 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是夜景拍摄 夜景拍摄的对焦 如果用自动对焦的话它难在哪里 难在你的夜景 有可能你当前所对那个物质 那个物体 有可能是受光 比如说你对着远处的楼房 那远处楼房是黑的 那么相机对黑的物体对焦是很难成功的 它会出现拉风向的情况 那么此时我们不妨转为手动对焦 然后把这个对焦面 就是这个焦平面 转到无穷远的地方 怎么把你的对焦平面转到无穷远呢 你可以直接把相机的对焦环 对焦选择转为MF Core后 转动这个对焦环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镜头有测区窗的话 你会非常清晰看到 这里面有一些数值 把它转到这个无穷的数值里面 但注意了 加能的镜头要稍微回来一点 这一个标尺 就这一个对标的这个地方 表示的是无穷远 不要转过去 转回来 转到这一个标尺的地方 这样子才是无穷远 再或者像这个镜头 转到无穷远是 转到这一个无穷 数值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要对准它的中间 这才是无穷远 不要转过了 要回来一点 到中间位置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镜头 它有测区窗给到你 那么它一定有一个标尺的位置 是无穷远的这一个标记的 那么你把你的对焦环 转通它 然后把这个标尺定位点的位置 转到这无穷远的那个位置 但注意了 不同镜头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要去网上查一下你的镜头 它的资料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的镜头没有这个测区窗 怎么办呢 这也很简单 你先把你的相机对着比较远 比如说你目测超过5米 超过8米远的那个物体 但同时它又是受光的 你就可以先对着它 然后用 AF-S 单次性对焦 半块门 让这个焦平面 对着那个很远的物体 然后此时再立即 把这个对焦 设置 转为MF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焦平面也是在无穷远的位置的 那拍摄夜景的时候 我是建议大家这么去操作的 因为夜景你想要用即时 增对焦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拉风箱 对不上 那么此时我们就用手动对焦 然后第三个场景是 拍摄微距的时候 更建议使用手动对焦 使用微距镜头来拍摄一些 比较小的物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这个对焦也是没有那么的精准 你用相机增对焦的话 你会发现 它可能稍微会过一点 或者回来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用 先用半块门 自动对焦 然后再马上 切换我们手动对焦 再稍微去调一下 这个焦平面 直到你的眼睛观测到 画面中的这个焦平面 就物体清晰了 为止 那这是微距镜头拍摄 对焦的这个过程 然后第四个场景 是大光圈拍摄的时候 使用大光圈拍摄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手动对焦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如果你有看过 我们的基础入门课程 或者说你有学过 摄影的基础入门知识 你会知道光圈越大 那么此时 它所相机 所给到你的这个景深 是越小的 就非常的窄 什么叫景深呢 仅指的是你的焦平面 然后前面和后面 各有一个 从清晰到模糊的 这个零件面 两个零件面 夹的这个位置 叫做景深 这个景深的深浅 是受到我们的光圈值 光圈控制的 光圈孔径越大 这个景深越小 光圈孔径越小 那么这个景深反而越深 在这个景深方面的物体 都是清晰的 而我们使用大光圈拍摄的时候 那么此时 这一个景深是非常的浅 就这么薄 那比如说我们拍摄花朵 你用这个大光圈来拍 你对着这个花朵的花蕊 那么这个花蕊是清晰的 但是可能到花瓣就模糊了 或者说 其实这个时候 你对焦很难对待花蕊的位置 有可能会对待到 这个花瓣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对焦平面 作为这个景深的中间 这个面 它作为一个定位 定位的这个面嘛 定位的一个东西 它稍微前后移动一下 你的画面中清晰的位置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建议大家 也是先 用自动对焦半块纹 让这个焦平面移步到位 到我们的主题上面 让它变清晰 但同时 想要稍微再移动一下 这个焦平面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即时 切换为手动对焦 再转动这个对焦环 让这个焦平面 往前面挪一点点 比如说到这个花蕊的位置 往后面挪一点点 到这个花瓣的位置 都可以的 这样子会比较灵活 那这是拍摄大光圈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手动对焦 然后第五个是 弱光环境的时候 建议大家使用手动对焦 那什么叫弱光环境呢 比如说我现在 如果我们把这个摄影灯关了 在室内拍 然后光线又没那么好 这种情况叫做弱光环境 或者你在傍晚 就这个太阳下山了 然后天气已经黑了 这种叫弱光 就光线没那么好的条件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弱光 就用那个手动对焦来拍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晚上的时候你看不见物体 对不对 那相机也看不见 你的眼睛可能还能够发现 一点点珠丝马迹 那相机是完全看不见的 那怎么办呢 他看不见 他就没办法定位到 你的对焦框对着是谁 他都看不见东西 那怎么办 你只能够切换为手动对焦 自己去撞动这个对焦环 然后监控屏幕 屏幕中看见他清晰了 那么这个物体就清晰了 这个夹屏幕就落到 那个主题上面去了 所以这是弱光环境下 我们用手动对焦的原因 因为相机看不见 那这是第五个场景 第六个场景是拍摄 纯色物体的时候 建议使用手动对焦 这一个呢 我直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的相机 对着纯色物体拍 你会发现它对不上焦 比如说我现在对着 这一个纯色物体拍 这个卡片是纯色的 然后我们把对焦框对着这个纯色物体 翻一块门 你会发现它一直对不上焦 它在拉风向 因为它没有办法定位到这个位置 相机是不喜欢这种纯色的物体的 包括你纯色的衣服什么的 它都很难对焦 但一旦我把它抽开 后面就是一个不是纯色物体 它会马上对上去 如果是对了纯色物体 它又拉风向了 因为它找不到这个定位点在哪里 所以这种纯色的物体 包括我现在这种纯色的衣服 或者说像花朵 这种叶片 这种纯色的 相机其实它很难去定位到 那个位置下面去的 因为如果你要用相机 来对焦的话 其实是你用对焦框 来对着某一个主体 然后相机在那个空间里面 在我们拍摄空间里面 找这个主体在哪个位置 距离它多远 它会发射一个光线 反弹回来 然后看一下距离物体有多远 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物体上面去 但如果是纯色的话 它根本就定不过去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要拍一些布料之类的 这种纯色的画面的话 建议你使用手动对焦 转动这个对焦环 让这个物体变清晰 这个才能够成功对焦的 然后再看一下第七个 拍摄风景的时候 建议使用手动对焦 其实这个风景拍摄 跟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场景 夜景拍摄是一样的 拍摄风景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拍到 这个景深范围更深 就这个全部物体都是清晰的嘛 那么此时我们更多的 也是使用手动对焦 转到无穷远 来使用这个超焦距来进行拍摄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使用手动对焦来拍 那这个我这边就不过多的 去演示和讲解了 然后再看一下第八个 第八个是拍摄HDR照片的时候 建议使用手动对焦的 建议拍摄 那什么叫HDR呢 HDR其实是相机 给到我们的一个功能 HDR它的翻译名字 也叫做高动态范围 那什么叫高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照片的一个指标 只是你的照片中 能够同时呈现的 最亮的像素和最暗的像素 非常这个宽度 跨度非常的广 那相机给到我们 HDR这个功能是什么 这是为了给你拍 这个HDR照片的 那怎么样才能拍到呢 其实这个时候是你一按快门 相机快速啪啪啪 拍了三张照片 那一张照片是过报的 一张照片是欠报的 一张照片是正中间曝光的 然后在相机内 快速的运作工作 把三张照片合成为一张 那么比如说亮部的 用那张欠报照片的亮部 这个暗部的 用那张过报照片的暗部 提亮上来了嘛 中间是中间的 一合成就会变成一张 高动态范围的照片 那么这个是相机HDR的 一个正确理解 那我们在使用相机的HDR功能 来拍照的时候 也是建议大家 使用M的这一个手动对焦 把胶表面 锁定在某一个物体上面去 那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没有锁定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 第一张照片 对焦到前面一点点 第二张对焦 第二张照片 对焦到后面一点点 就是他们的对焦 合照位置不一样 就会导致你最终的照片 会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这个是HDR照片的时候 建议大家 使用手动对焦的原因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九个 拍摄延时视频的时候 建议大家使用手动对焦 其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特别是你在拍摄一些 运动的物体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记录一朵花 开放的这一个过程 那这时候建议大家 使用手动对焦 把这个胶表面 锁定在花蕊 花朵的位置 然后开始去拍你的 延时视频 或者说这种间隔拍摄 那每一张照片 它都确保 胶表面的位置 是在同一个位置的 那你后期合成 这个延续视频的时候 它就不会突现 这种前后拉风箱 这种突兀的感觉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动对焦 有可能相机会在整个球箱屏幕中 或者你对焦框位置里面 来找这个焦点 那一旦风把这个花朵吹走了 就吹偏了一点点 那么相机会马上对焦到后面的物体上面去 那这时候你拍出来照片 就会出现一会儿对到花朵 一会儿对到后面 一会儿对到花朵 一会儿对到后面 那么制作出来的视频 也会出现这种焦平面 不确定的这种效果 这个是拍摄演示视频的时候 建议大家使用使用对焦 那最后一个场景是 在拍摄运动物体的时候 也是建议大家使用使用对焦的 那这边可能一些同学 就会觉得很奇怪 拍摄运动物体的时候 这个物体会发生 发生这种移动 那这时候我是使用使用对焦吗 注意了 我这里面只是仅指一种情况 当我们使用手珠带兔法 来拍摄运动场景的时候 那么就使用手珠带兔法 什么叫手珠带兔法呢 也就是你先想办法 把这个焦平面固定在 某一个运动物体 必须经过的这个录像 把它定在那里 然后眼睛监控这个屏幕 这个物体一旦准备要经过 你的定位点位置 你就开始按快门 狂按快门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中 它一定会切到 至少有一张会切到你的 这个焦平面所在位置 那么这张焦平面就拍成功了 比如说我在我的实战课程里面 讲到的拍摄篮球 入框的这一个画面 我们就是用手珠带兔法 手动对脚来完成的 那你可以去看我们实战课程里面的 这一个操作全流程 但它原理大概就是 我们把焦平面 先定位在这个篮球框的位置 也不要动 手珠带兔 等着这个运动员把篮球投进框 那么投进框的一瞬间 你眼睛会看到吗 你就开始按快门 打开连拍 那拍摄了三五张 那么至少有一张 这是可以拍到这个篮球入框的瞬间的 那这是第十个 那关于十种情况 使用手动对焦 胜过自动对焦的场景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学摄影的话 你也可以来找我 我这边是除了入门课程 也有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场景 要怎么拍的这个实战课程 那也是建议你先学完入门过后 就接着来看我们的实战课程 然后再看构图课程 再看后期的 那么这个流程也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求关注 请不吝点赞